Hello大家好,我是想象家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组织 可以说间接影响了人类科技的走向 这个组织就是IEC 也就是独立伦理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说白了就是负责在人类文明的科技术上面修修简简 让人类的一些科技 别把整个文明带向歧途 比如前两年出现的那个 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双胞胎婴儿出生的事情 这个个例就是违反伦理委员会的准则的 所以在消息刚出来的时候 就立刻被国内的122名科学家联名谴责 简单说就是这个事情 除了会让婴儿承受不确定的风险之外 它还挑战了人类的伦理底线 因为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被基因编辑过的婴儿长大之后 所生的孩子在基因上会有怎样的表现 孩子的孩子又会怎样 这还只是基因方面的担忧 另外在人格方面 没人能够保证被编辑了基因的小孩 在成长的过程中 会不会被另眼相看 那他们的成长或许注定就不会像普通孩子一样 而这些呢 并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 另外由于他们有着特殊的基因 到了失婚的年龄之后 就必然要面临结婚生子 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就要面对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基因是否会变异 这是不可控的 另一方面又不能野蛮的剥夺他们的生育权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挑战人类的伦理底线 这个时候独立伦理委员会就会介入 其实呢 在人类的历史上 挑战人类伦理底线的事情有许多 特别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啊 伦理这条红线就没有那么有约束力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疯狂的实验 如果这个疯狂的设想得以成真的话 那么今天的世界可能完全就会是另一副模样 简单想象一下那会是什么模样吧 如果这种事态发展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么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奥运的赛场可能会被一种新物种完全统治 在1927年 白俄罗斯报纸《俄国时代》刊登了一篇爆炸性的新闻 新闻说苏联教授伊万诺夫正试图在一个猿猴繁殖基地进行人缘杂交实验 人缘杂交这几个字 无论放到任何的历史时期都是十分震撼 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个消息也是轰动一时 人们一时都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有这样疯狂的想法 这个教授究竟是何方神圣 很快教授伊万诺夫的背景就被人调查清楚了 人们弄清楚了教授的背景 才了解了为什么伊万诺夫会有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 伊万诺夫出生于1870年 当时还是沙皇俄国时期 26岁大学毕业之后 他又去法国学习了一段时间 当他再次回国 就已经是升职生物学家的身份了 他开始致力于动物人工兽精的研究 后来在这个领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于是受到了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而且他的成就在国际上也是被认可的 认为他是加厨人工兽精技术的奠基人 在研究所的那段时间 他在农场里就用人工兽精的方式 培育边微的动物 并且做过一些同种和不同种生物之间的杂交实验 比如他将斑马和驴杂交 成功培育出来一只斑驴等等 或许就是这些经验促使他萌生了那个疯狂的想法 在1910年的世界动物大会上 伊万诺夫就在会议上提到了用人工兽精的方法 可以完成人类与人类的杂交 虽然他只是提出了这个想法 但是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强烈的反弹 他的这个想法呢 也只能默默地放在心底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 沙皇俄国变成了苏维埃俄国 伊万诺夫转战莫斯科 之前他是在彼得格勒 当时叫彼得格勒 现在叫圣彼得堡 但是苏俄的实验条件很艰苦 这就导致他的研究遇到了不少的阻碍 于是在1924年 也就是苏俄变成苏联的那一年 伊万诺夫再次去往法国 或许这么多年过去 他对人缘杂交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执念 反正科学家的想法呢 我们不懂 在法国巴黎的一家研究所里 他再次和那里的科学家 谈起了人缘杂交计划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的交谈 居然获得了对方的支持 并且表示 可以提供一个实验基地给他用 基地位于非洲的法属几内亚 但是研究经费 需要他自己想办法 那对方的态度 也是让伊万诺夫有些受宠若惊 多年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了吗 他立刻向苏联高层征求意见 并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没想到当时的苏联政府 很快就批准了这一个计划 并向他提供资金支持 不许当时政府的考量更多的 是他可以作为一种 对抗宗教的宣传吧 但是这个计划呢 就没有经过伦理方面的讨论 就有点仓促上马的意思吧 那伊万诺夫可管不了那么多 心心念念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 可谓是实不我待 在1926年11月 伊万诺夫就带着他的儿子 和另一名学生 三个人风尘仆仆的 来到了法属几内亚的实验基地 到了那里之后 就立刻展开工作 他们雇佣了一些当地人 来捕捉和看护黑猩猩 但现实呢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没多久 小伊万诺夫呢 就被黑猩猩给咬伤了 所以直到第二年3月 第一次的实验才算正式得以进行 那为了保密起见 这次实验由伊万诺夫和他的儿子亲自操作 由于之前的咬伤令他们心有余悸 这次呢 他们两个人每人都带了一把手枪 那实验的对象是两只黑猩猩 虽然没有具体说明 这两只黑猩猩是公的还是母的 但是通过名字可以判断 这是两只母猩猩 二号的猩猩叫巴贝特 三号猩猩叫做西维特 而且伊万诺夫是人工兽精方面的专家 所以肯定是两只母猩猩没错了 虽然两个人都有所准备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次实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也就是说 两只猩猩都没有受孕 可是关于这次实验的传闻 倒是有声有色 传闻说 实验所用的精子就是伊万诺夫和他儿子 但是没有证据 在同年的六月份 伊万诺夫进行了又一次的实验 可惜还没有结束 就由于经费的问题 不得不终止了实验 而且被迫在年末的时候回到了苏联 伊万诺夫把这几次实验的失败 都归结于客观原因 比如当地人的不开化 所以很显然 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回国之后 他又提出 改用黑猩猩的精子 与人类妇女完成人工受精 并计划在位于黑海海滨的研究所里进行 那这个研究所呢 就是之前报纸披露的那一个 伊万诺夫向苏联科学院寻求帮助 苏联科学院在对他进行调查之后 拒绝了他 认为他在非洲的研究工作 破坏了与当地人的关系 这可能会使后面的欧洲学者 在非洲进行研究时受到阻碍 并且取消了对他的帮助 那没有得到苏联科学院的支持 伊万诺夫却得到了其他几位科学家的支持 并且打算联手进行新的实验 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居然真的遭到了女性志愿者 而且还是五个 但是都是事出有因啊 其中一名志愿者在给伊万诺夫的信中表示 他的生活已经被毁了 看不到生存下去的意义 希望可以为科学献身 想必这又是五个悲伤的故事啊 那志愿者们都签订了协议 志愿在实验后处于严格的隔离状态 同时 另一方面 星星并不适合在高加索地区生存 所以伊万诺夫只能从外地引进 1928年10月 研究所得到了11只星星和20只沸沸 但直到1929年 研究所内才有了一只符合实验的星星 因为有不少都因为水土不服而患病甚至死去 1930年最后一批星星到达 终于有了更多符合实验条件的星星了 就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好 实验马上就开始的时候 伊万诺夫却意外的被捕了 苏联秘密警察以建立反革命组织为罪名 将他流放到了哈萨克 由伊万诺夫主导的实验也不得不终止 1932年 伊万诺夫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病逝 这个科学狂人的疯狂人生就此落下帷幕 所以这个实验终究还是没有成功的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回溯一下当初伊万诺夫的设想 他所设想的人缘或者叫缘人 有人的部分智能愿意服从命令 又像星星一样力大无穷 体能充足 他们可以被用于建设苏联的现代化事业 必要时还可以拿起武器 对抗任何敢于反对共产主义的敌人 我们就假设伊万诺夫的这个设想得以实现 那么就像我前面说的 在可控的情况下 奥运会的一些项目都会被这些猿人所统治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同时一些体能的工作也可以交给这些猿人 但是这些呢 都只是在可控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就是一个人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他可以坏到什么程度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里呢 只看猿人好的一面是不够的 你要看他在你面前发狂的时候 你那个小身板能不能应付得来 另外一点就是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实验 就是除了没有考虑伦理问题之外 就是这个实验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因为在1942年 恩斯特·麦尔用一个全新的物种定义 对此做出了解答 他提出物种内的种群通过地理 饲养等方式隔离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将通过自然的选择 或基因的飘移 逐渐演变成新的物种 而新物种的产生 是由当初的地理隔离演化 为生殖隔离作为标志的 所以人类和猿猴类的灵长动物 是有着严格的生殖隔离的 可惜呢 生殖隔离的理论 1942年才被提出 比伊万诺夫的实验晚了十几年 但是啊 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 向媒体揭露了一个消息 说确实有实验室 培育出过人缘杂交的后代 想了解的关注订阅一下吧 那本期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